這是沙洛 這是世襲者若翰 那你們最近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才會讓世襲者若翰被砍頭呢? First of all 請各位打開你的現金 看到馬爾庫福音第六章十四至二十八集 好 唱話短說 這是黑洛德王 這是黑洛迪亞 AKA黑洛德兄弟的老婆 然後他們就搞在一起了 世襲者若翰認為這樣很不妥的 那卡拉瓦喬因為在羅馬莎的人因此逃到了 馬爾他 對 就是這個小島 並加入了當地的馬爾他騎士團 馬爾他騎士團 是一個支手遮天的幫派 又AKA馬爾他主聯邦 這是團團本人 卡拉瓦喬和幫派老大混得很爽 理論上犯了什麼錯 他都有辦法幫他脫身 但後來1608年8月他又再次入獄 因為卡拉瓦喬重傷了幫派中 得另一位比自己輩份高的成員 騎士卡拉瓦喬又變回了囚犯卡拉瓦喬 然後他就越獄了 卡拉瓦喬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 在納布勒斯和西西里島間輾轉 躲避騎士團追殺的同時 他畫了好幾幅畫 分別送往羅馬和馬爾他 希望得到馬爾他騎士團的原諒 這幅畫正是給馬爾他騎士團團長的道謝禮 這幅畫叫做被斬首的聖世襲者若翰 於1608年被揮制 尺寸為3.61公尺乘以5.2公尺 是一幅大福丹福祭壇畫 現在保存於馬爾他聖約翰聯合大教堂 可以看到是一座監獄的出入口 而人物們正在殺害著若翰 並準備取下他的頭 右側勞房窗內有兩個吃瓜民眾 窗戶下面有剛被破壞的繩索 感覺 若翰才剛被解開 女僕人拿著盤子準備裝了個頭 老夫人很驚恐 接下來是筷子手 手指盤子彷彿要 筷子手趕快把他的頭拿下來 有人說這匕首象徵著仁慈 意思就是給若翰最終的一刀來終結他的痛苦 最後就是躺在地上的若翰 紅色的布象徵殉道者 而卡拉瓦喬用若翰脖子上所留下來的血 留下來一個符合他先進的簽名 而這幅畫比較特別的是 卡拉瓦喬所呈現的畫面 也是砍頭ING的情境 而非像其他畫家一樣 頭已經掉下來了 而當然片頭的這幅畫是同時期畫的沙樂梅河 是洗著若翰的頭 還沒有砍掉膽本 收藏在倫敦國家一廊尺寸是91.5公分 乘上大約106公分 而這個筷子手是卡拉瓦喬的常駐模特 也出現在其他兩幅編打基督的畫上 那今天的藝術小教室就在這裡結束 掰掰